我们先敬礼传承祖师 敬礼两名和尚 敬礼撒家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喀玛巴 敬礼图灯达尔吉上师 我们敬礼谈承三宝 敬礼今天法会的祖尊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千百亿法身 敬礼今天传法的祖尊 七眼佛母白度母 师母 丹真家座 徒登西地 徒登卡玛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祖教 唐主 以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名誉 身子 明说 身早 我感谢 我是爱爱的 我赶快 我赞快 我赞快 是大吉 非常好 一番 我感到得很严重 我感到很严重 我感到很严重 大家好 KONNICHIWA 我们今天 传法最主要就是 要传白杜姆 天眼瞳的密法 那么 来参加的 都有这个福吧 有 每个人都有 只要参加的都有 每个人都有 这个福呢 可以这样子讲 是 其实在印度天图 这个 在阿易 会陀 会陀里面 就有提到 有一颗是专门 属于 符 不 这一颗 有 一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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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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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有點想你 中午繼續的想你 晚上超級的想你 大家以為這是錯誤的 其實上師本尊你都是要這樣子做 時時刻刻觀想本尊註定 你的本尊要註定 跟他祈禱 我是這樣子做的 每天我都跟我的本尊祈禱 時時意念自己的本尊 沒有停止過 自己的上師 在齊寢的時候 已經說法之前 不管做什麼事 一定自己的上師一定註定 那麼這一道福呢 其實 在天圖的時候 阿裔會頭 什麼是阿裔 反起來就是生命 什麼是會頭 就是邪問 生命的邪問 在印度 它有古老的文化 那個讀著會頭吧 會頭 在阿裔會頭裡面 就有福 我們中國也是一樣 這個叫做秘密文字 秘密的文字 你們手上都有 上面三橫 就是前三年 底下 就是坤六段 這兩個符號 這兩個符號 是什麼符號 八卦裡面的符號 就是天地 底下呢 有一個木 天地的眼睛 再來 再來 一個卡馬 這裡一個見 看見的見 這裡有個形 所有的無形你都看見 再來 就是七星 六星 七星 南斗 六星 北斗 七星 就是這個符號 你這個符 這個都是加持過的 收過灌頂以後 你化成水 把水沖下去 把他這個符吃掉 快速的你就有天地眼 就是天眼啊 天眼通 平時你修行很好呢 這下子你就得到天眼就擋胎了 這個符 也只有師尊有 我的符都蓋了髒的耶 你們拿到的符是蓋了髒的吧 沒有蓋髒的才是我保證的 沒有蓋髒的是自己畫的 自己畫的你功力不夠啊 我告訴你 符有靈有燕 這個有蓋髒的 這個符有靈有燕 是在這樣子 主要是加持的力量 你請那佛菩薩來 請那白度母 他有七眼 七個眼睛 所以我們七個白水晶球 就是代表他的七眼 他兩手上有兩個眼睛 眉心有一個眼睛 這裡有兩個眼睛 腳底有兩個眼睛 他是七眼佛母 就是白度母 他是觀世音菩薩 的 卑類所發現 來幫助觀世音菩薩 也屬於二十一度母 那麼這個 所有的符 必須要 由白度母 本身 加持過的 才會有效 請來白度母 現在我們講白度母 請來白度母 這白度母就在身上 那麼這些符擺起來呢 要用力量去加持它 這樣加持才會有效的 這樣加持才會有效的 有白度母加持的符 它本身就會有產生力量 那個符都是加持過的 大家不要把符舉起來 我帽子歪掉了 還好 加持過的 它有它的力量在裡面 有白度母加持的力量在裡面 這個就是符的作用 符的作用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第二個 這個 你必須要修氣法 像師尊 我從姚慈金母 幫我開了天眼以後 我這個氣全身都是通的 每天呢 只要修個氣法 不要讓它有阻塞 氣如果阻塞 氣如果閉 阻塞 或者閉 枯萎 都不可以的 我們主要的氣啊 必須要 集中在眉心天眼的地方 這是一個氣的修持 有靜的修持 有動的修持 有人以為 開天眼 在這個西藏 開天眼 它就是在眉心之上 一點點 這個眉心輪的地方啊 自己把它 用尖的東西把它敲一個洞 你 稍微過分那一點 我看過一本書啦 那本書 寫的人到最後好像 他自己把自己的 這裡 用刀呢 像手術一樣的 把它切出一個眼 不像我們修行 它自然形成無形的眼 你開頂啊 開頂 那個頂是 頂上那裡 當然是一個洞 我們有所謂的開頂 破瓦法 破瓦法就是開頂 我修氣 我修氣以後 自己就這裡就 那個 合避起來的地方 它就打開 就自然散成了一個洞 大家 平時我也給大家看過 是有一個洞 非常明顯的 不然就是有一個裂痕 眉心呢 你只要把你的氣 前身的氣 印上來 印到這個眉心這個地方 就這個把田園打開 該看的你就去看 不該看的還是不要看 有人就問師尊 在台灣呢 這個 如果我開了天眼以後 看到阿飄怎麼辦 阿飄 什麼是阿飄 我們經常這樣子講 在台灣呢 有一句話 然後 年輕人到台北去磨生意 叫做北飄 從台北到南方 到南部高雄做生意 叫做南飄 到阿拉伯去做生意 就是阿飄 看到阿飄怎麼辦 你本身已經有修復法沒有 密教行責 你還怕阿飄 不怕的 你會結界嗎 你修復法嗎 修復法就可以了 你會結界嗎 沒什麼好怕的 沒什麼好怕的 你不願意看 天眼閉起來就沒有了 像師母 昨天晚上 我開車載師母回家 一進到家門口 師母就跟我講 這門口 站著三個 穿古裝的 有男有女 師母她就看到 昨天晚上 有一次 我們兩個一起看到 家門口 人家寄來一個包裹 牛皮紙的包裹 烘起來的 師母就要開車 從車門口 打開車門要去哪 我再一看 那個包裹不見了 我說欸 你不用下去了 那個包裹不見了 師母一看 欸 果然包裹不見了 我們兩個一起看見 又兩個一起 看到那個包裹消失掉 你有發生這種事情嗎 你們有這種事情發生嗎 沒有 沒有 是真的耶 明明家裡有一個包裹 郵才哪來的包裹 牛皮紙的包裹 那麼一大箱在那裡 我們都看到了 等師母要下去拿這個包裹的時候 居然 在無形當中它消失掉 沒有啊 門口沒有包裹 如果一個人看到的 也許他眼花 是兩個人一起看到的 那一定是無形寄給我們 連包裹也是無形 很多奇怪的事情 很多奇怪的事情 你這個 這個天地眼 見所有的無形 南斗北斗 南斗北斗 南斗六星 北斗七星吧 這個福是有力量的 但是你修氣方面有沒有力量 在內法修氣的力量 你修氣的力量 打開你自己的第三眼 你修氣的力量 例如 師尊 有天耳通 天耳通什麼力量 閉著 打開天耳通 我的耳朵 你們看注意看我的耳朵 有沒有看到他在動 那就是氣在耳朵 氣動 氣在手上 就是手動 氣在腳上 就是腳動 腳怎麼會動啊 氣在腳上 氣在腳上 不是故意這樣亂踩的 故意亂踩的 大家也會啊對不對 自動的 氣在兩間 我身至於氣在牙齒 印到牙齒上 牙齒它自己會扣 他說 氣走到哪裡 你心在哪裡 氣就在哪裡 表示你 全身的氣都是佛的 這個就是氣動 然後 你們看看我的那個啟鱗學 剛開始的時候 姚石金母幫我 我合掌 就開始啟動 我頓開天眼 誰教我的 誰教我的 姚石金母教我的 所以姚石金母是我的第一個本尊 其實在印度的這個瑜伽 有靜態的瑜伽 有動態的瑜伽 什麼是動態的瑜伽 瑜伽 就是我們密教裡面常常講的 金剛圈 那是動態的瑜伽 什麼是靜態的瑜伽 最早的基礎就是 必如七之坐 你坐姿一定要端正 脊椎一定要挺 稍微收小兒 胸 擴胸 把你的中脈挺直 那是靜態的瑜伽 瑜伽最重要的目的 只有一個 入三昧地 這是最重要的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能夠把你的氣 印到天眼的地方 天眼 再吃下這個福 就頓開天眼 然後你像 這個七眼佛母 白度母祈禱 像我白度母的咒 其實白度母跟利度母 二十一度母 剛開始是同樣的咒 這就是產個 那個是屬於利度母的種咒 利度母的種咒 这是属于利度母的座 那是属于利度母的座 然后再加上 这是属于利度母的座 当然白度母的座 有最短的 我们这个座音 制造座音很重要 那个雷杖之音 是那个连救上师在组织 连救呢? 连救在那边啊? 你没有在排班里面啊? 他有两个座音做得很好 他有两个座音 像那个 弥勒菩萨的座音 他做得很好 另外一个座音呢? 白度母 他也制作白度母的座 也会 也做得很好 是赞扬的 另外还有一个 大发化妄金刚不是他做的 他有一个化妄金刚不是他做的 没有 不是他 发妄大华 发妄大华 不是不是 红柴神 不是不是 红柴神 不是红柴神 不是 奇怪 那个我是想不起来 圣观音吗? 不是 圣观音还没听到 这一支新的声音 是 年华生大事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好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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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 我 그걸 太重 我想 好 你 حظ 这符 很 说 我 做的那个Mitreya的咒 弥勒菩萨 是值得赞扬的 另外还有一个咒呢 你们讲得出来吗 白杜姆是现在才做的 当然是可以 红柴神是 他的配音可以 但红柴神的咒音不可以 还有一个音 你们既然想不出来 我那天不是在彩虹雷仗士讲过了吗 我老人家会忘掉 你们怎么可以忘掉呢 一起吃饭的是谁 弥勒菩萨 那天时尊在吃饭的时候 是赞扬他是做那个白杜姆跟弥勒菩萨 喔白杜姆 那白杜姆 你放白杜姆现在咒音看看 赶快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两个咒音 雷藏之音 终于它能够做出来 非常好 这听起来很有味道的 那能感觉到那个咒音听起来 非常的有一种愉悦 一种很快乐的感觉 我看到那个发红大华 音乐 我告诉你 那天在过翻灌顶的时候 放这个音 每一个同门的脚步 就是踩着那个拍子 这样一面跳一面过 一面跳舞一面过灌顶翻的 可见它已经领受到那个咒语 咒音了 听到就很舒服 然后过那个灌顶翻的时候 它们的脚步都是很轻 而且半跳舞半这样子过 就踩着那个咒音的拍子这样子过 这是好的咒音啊 让你的心跟咒音 跟这个艺术的这种音乐 完全合一在一起 我曾经唱过那个利度母的那奏 你们这里谁会唱的 主动出来唱一下 谁会唱 唱得好的 唱得不好了不要出来献愁 印尼的年齐法谁会唱 利度母 你唱一下 你唱一下麦克风给他 麦克风过来 他唱得很好我觉得 哪一位 年齐印尼的这个唱得很好 好 请他唱 好 好的 我們這裡那個在家的有人會唱嗎 Lidum的座 很勇敢 鼎吶師尊 弟子請求師尊大加持 Omda-lidu-da-lidu-lidu-sh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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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da-lidu-sa-lidu-a-lidu-a-lidu-ra-lidu-a-lidu-sa-lidu-a-lidu-a Good 至少它的那个韵 韵还有味道 还有要传达的 能够跟你的心 跟众生的心 合一的 而不是一味的 一味的 就像 这个像敲木鱼一样 我的头都快可以敲 都快要烘掉了 就是一定要有它的那个法味 非常重要的 讲不出来 但是它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 所以这咒音的制作不是很容易 仍旧已经很用心了 它一改再改 三改 现在改得非常好 我值得赞扬 有些人是这样子的 跟他讲 他不一定要听你的 我就是要用我自己的 那个味道如果没有出来 真的 现在年旧上师 他做雷杖之音 那个味道已经抓到了 我值得赞扬 他也不怕我 我批评 他也不怕我以前批评他 以前批评他 如果是没有道心的 早就不干了 我凡俗了 我上师也不做了 我去做生意 做生意赚钱 对不对 起几个老婆 你奈我何 对不对 人家不会 他很习心 师尊讲了他 他现在做得很好 应该鼓励 这个奏啊 是本尊的心啊 你碰到阿飘 你把金刚奏念 念金刚奏 用金刚指指他 用指示印 他就走了 除非你功力不够 你念那奏 用指示印 他也不走 那赶快求救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所以要开天眼了 真的讲实在话 开天眼 气 你修气 还有你的本尊 有没有相应 本尊要相应 跟白度母相应 我们有这个二九九册 师尊的二九九册 有白度母的修持法 修持法 我现在不再不讲了 因为二九九册里面 就有把白度母的修持法 整个通通都讲出来 你按照修持法去修法相应 白度母给你加持 再加上这一道福 再加上你修气成功 哪能够不开天眼 这三个合一就开了天眼呢 气 白度母 跟这一道福 三个合一下去 顿开天眼 你能不能应用气 在你的手指上 你应用气 在你的手指上 请来你的本尊 你手指就会跟 就会自动的 这七子十算就是这样子 神算的 他自己会动啊 你问他什么 他会答的 会回答的 他有记号的 他有记号的 现在卢书珍所讲的 对不对啊 他讲百分之百对啊 七 京主 本尊相应 加上这一道福 如果你现在拿回去 一吃下去 你顿开天眼 那表示你自己身上已经有气 你也可以有感应 我们的地址当中很多有感应的 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相应的 不是没有相应的 相应的很多 随便一挤就有 我们这里有一个地址 今天也在 他看到 临华生道士金刚萨斗 跟临华同志 三则合一 用光照他一下 就改变了他的本身的人生 临华同志 金刚萨斗 临华生道士 是三个合一 那个弟子坐在哪里 他绝对不是坐在这里 因为他不是什么 也不是出家人 也不是贵宾 都不是 也不是大富豪 他不知道在哪里 那个地址 看到莲花生大士金刚萨斗 跟莲花同志合一 用光照他 他把心意改变了 那个弟子有勇气跑到这里来吗 是很有感 很多人也很有感应的 我们来了 有几个空群母在这里 有几个空群母在的 他们都是有感应的 另外还有联雄丧尚师 你感应到什么 拿给他 麦克风拿给他 顶礼之尊 怎么讲啊 就是感觉市村常常就在 虽然我们很远的地方 但是市村常常在我们旁边 最早的时候 我记得很早了 一九八几年 我是一九八五年归于市村的 差不多归于两三年之后 就看见市村来 所以来就把那个手 按着我的头 把那个气关进去 关到那个丹田里面 关到那个丹田里面 那个丹田还在动 还在鼓动 整个前后鼓动 差不多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左右 所以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市村就把那个气关进来 关进来之后 然后就修法的时候 就很多那个不同的感应了 不同的感应啊 看出那个星光啦 烟啦 火啦 太阳啦 太阳啦 只能指在心体里面 就心体里面有一个好像闪电一样 闪电呢 闪电呢 闪电的时候 他在深地里面 每一次那个闪电都不同地方 有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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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好像那个闪光灯一样在里面闪 不是在外面闪 闪闪闪闪 这样子就不停的闪 闪到最后他就不闪了 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同盟 我还问那个香港一些上司 但是他没有什么答案给我 后来我现在就知道 就是那个气帮自己通那个麦 那个麦平常就是晒的 晒的 因为它通的时候 那个气过的时候 它就产生那个闪光 一闪光出来就散散散 一段时间闪光之后 就开启那个身体那个烟就在 那个齿轮上面好像一个烟磨一样生起 生起后来就是火 后来我看见那个齿轮之后有个太阳 有个太阳就是这样子 后来很多时候都看见四尊了 这个求什么都 都感觉四尊就在我旁边 好像我在移民到多伦多 也是一样 在那个移民官之前 就看见四尊也来了 也按照我的头 把那个头 然后 扶摸我的面 面啊 再打上来 哦我就这样 哦这个面试没问题了 这个是面试嘛 对 这个是面试 那个移民官就看见我 很高兴 其他都半个小时 我一进去就行了 哈哈哈 谢谢师傅 他盖这个静音雷胀室的时候 他只要碰到困难 他跟上师祈祷 全部都通过 谢谢我再补充一下 他要再补充一下 其实这个我也不懂 这个是施工 突登打耳机 他在冰的时候 他冰的时候 我就上次 上去看过他 他就讲 他需要一个房子 需要一个房子 来调养那个身体 因为他那个不太好了嘛 那个环境啊 冷气啊 什么都没有那么好 要一个房子 他要讲 他当然就讲师尊 他当然是讲师尊的名字 他就跟我讲这个故事 他对着施雅图 跑到那个自己那个 精英佛国外面 对着施雅图 就跟师尊讲 你有神通啊 我现在要一个房子 来调养身体 你快一点把我弄一个房子 三天有一个人在上去 供养他一个房子 哇 我这个好用 以后有什么 对着施雅图 师尊在哪 你在台湾 我就对着台湾 对着施雅图 还有师尊还给我很多东西 这个我不方便讲 在那个修法里面给的 修法里面给的 很多东西 这个就不方便在这里 这些修法 师尊赐给我 给我一些东西啊 谢谢师尊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讲一讲 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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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讲这个要讲 要讲 要讲 要讲啦 是师公讲 是师公讲 很久以前在新法堂 我上去 他还有很多的弟子在旁边 我在跟他谈 他就跟我讲 我的弟子 讲你师父 写在书上 口吐欲悦 口吐欲悦啊 那个他的弟子就 就围绑师尊 放屁 吹流 就讲我们师尊 吹流皮 这个口吐欲悦 怎么吐出来 有什么可能 师公就当着骂他 当着我的面 骂他的弟子 你们懂什么 口吐欲悦 大凡天都可以啦 一个大成就 这个 正觉那个佛 怎么不是可能啊 就这样子骂他 他们什么都不懂 他讲 这个 徒登卡玛 徒登卡玛 他本身 幫师尊做了很多的事情 他在尼泊尔 是大家公认 他是一个仁波妾 他本来是新加坡的嘛 你本来就在新加坡嘛 然后在尼泊尔呢 他在帮师尊做了很多事情 我那个 沙迦正空上师的庙 他也去了布施 很多的尼泊尔的 很多的喇嘛的庙 他都做了布施 他是 联华生大士 二十五个大弟子当中 其中的一个 徒登的卡玛 他现在帮师尊在做事情 像那个 那 撒迦正空上师啊 他的庙 他的庙 他的庙在哪个地方 回师尊在加坡的满都 大佛塔旁边 那件事他跟 撒迦正空上师的 一起 一起建立的一个佛学院 收容一些比较贫困的 佛小沙迷 在那边读书 那么我们这次去那边 你自己的庙呢 在 不是我的庙 是打盲族的庙 也是在那边附近 都是在大佛塔旁边 在哪边 那个座围 大佛塔旁边 那是车水马龙 空气很污浊 很多人来来往往的 而且那地方是很脏的地方 以前我在那边 建这间寺庙的时候 遇到很大的考验 那么那次就在大佛塔面前 祈求师尊 加持 那么忽然间 看大佛塔的眼睛 就变成师尊的脸 那个 那一撒那我真的在那边哭了 很好 那你请坐 他尼泊尔那边的 所有的寺庙 公认他是一个仁伯介 是 年华生大士 是二十五个大弟子当中 其中的一位 他叫什么名字 是 回师尊 他叫卡称 跑吉王手 也在白马卡当里面是 以喜丑家佛母的父亲 好 他也看过师尊 另外有一个人看到师尊的眼睛 那边的 刚刚你谈到眼睛 噢 知道了 那是将来的一个空心母 就是 就是 他坐在这里吗 就是 他坐在这里吗 啊 他是 看到了师尊的眼睛 他是一个空心母 他是一个空心母 他可以看到师尊 另外还有好几个 新加坡有 新加坡有 哦 新加坡很多耶 新加坡至少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哇 印尼的也有几个 台湾的 香港的 都有 很多的 他们的这个 的灵性都非常高 非常高 可以看得见 不是 高明露在这里吗 哦 高明露在那边 他也看过师尊的 麦工拿给他 我看过师尊很多次 一开始 其实我在 归一的时候就 就有一个异象出现 我是写信归一 写信完继续之后 第二天早上我修法的时候 出现一道光下来 金黄色的光 然后我整个人就 躺在地上 然后做一些拉筋的动作 先暖身 然后整个人起来打拳 然后我问了一个问题 他给我一个答案 他说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 他的答案是说 这是我一些前世的动作 动作 我前世是一个少林式的武僧 这样子 哇 看到师尊的那个 经过是 我念七遍的那个真佛经 念到第七遍的时候 师尊出现在我的前面 它是一个透明体 它是一个透明体 然后他 我问了一个问题 也是有答案的 然后还有几次 是我第一次做那个 108拜那个 大礼拜的时候 大礼拜完之后坐下来 师尊也出现在前面 然后放光 那时候 出现的师尊 不是我 品尝 观想的师尊 那个师尊是在 墙壁上那个 那个穿 那个露出右臂的那个 那个像 那个是 那个是 那个是真佛宗的那个宗族 有一张那个照片那种 穿老妈装 但是没有 露出右肩的那张画像 这个是我 不过 那个都是 十几年前 刚皈依的时候的事情 好 谢谢 谢谢 那今天有人看到吗 有好多尊的观世音菩萨 那 还有 还有 力度母 白度母 还有很多的这个空行母 都一起下来的 在虚空之中 所以我告诉大家重点 你要开天眼 第一个 这个天眼通的闭蜜符 第二个气 第三个 你跟白度母相应 这三个条件合起来 你的天眼绝对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你看人家修行 他们有根气的 就自然 他就打开自己本身的眼睛 就可以看得到 很多证人的 我们平时就有很多证人 他们起来证明 他本身的所谓的 知道 他所了解的 都可以知道 那这个也不是很稀奇的事情 那关于修法方面 我会在二九九册的书里面 好像是 八巡老生笔记 八巡老生笔记 第三百册是回归星河 回归星河 那么最近我写的这一本 是南山的飞花 南山的飞花 大概偏重于十方面 偏重于十方面 三百零一册 不过这一本我会写的比较慢 因为三百本已经很足够了 三百本已经很足够了 尤其是第三百本 我把很多心药口节 三昧帝的所有的心药口节 都写在第三百本里面 你们买到了这个二九九册 里面有白度母天眼法的摘要 主要的东西在里面 就是他的修持法 他的贡品是三百三天 另外还有七颗白色的水晶透明珠 象征白度母的七个眼睛 那么修持仪轨是四归一 四无量心 花菩提心 颂赞是普愿众生 脱离六道 永断生死 细灯佛地 维艳慈悲 大白度母 天眼如意 得妙观察 平等加倍 西地成就 战绩是这样子写的 其实战绩 你们都可以自己写 另外赞扬 这个白度母 白度母七眼放光 行者就近天眼开 妙观察 妙观察智 大智慧 自度度他到彼岸 我们重点 都是在入三昧地 有时候 有时候你得到天眼 得到天耳 得到他心通 得到宿命通 然后呢 你得到最重要的漏进通 最重要的是漏进通 漏进什么叫做漏进 煩恼漏进 你没有煩恼了 你没有执着了 执着漏进 没有执着 没有煩恼 那就是神仙了 你没有煩恼 没有煩恼 没有煩恼不是神仙是什么 人都有煩恼 你修到完全没有煩恼了 也不执着什么呢 所以有人害怕说 哎 你的真佛宗大概只有一代吧 第二代呢 现在就是中委会 他在组长 就是第二代 那再来呢 四分五裂 真佛中就没有了 真佛传承就没有了 没有也就是没有的因缘 也不烦恼 有没有 事实上 什么都没有 你烦恼什么 根本在我之前 根本在我之前 也没有初步那书 在我之后 没有初步那书 也是应该的了 对不对 你们要保持初步那书 也可以 不保持 让生活中就散了 那跟我朋友什么关系 我也不担心 只要你修行成就 就好 所以我现在也不执着什么了 什么执着 管他 什么都不管 我是不管 为什么 因为我不执着啊 我管表示我心里还有事啊 我修到现在是 无所得 没有得到什么呢 无所盼 没有盼望要得到什么 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 弟子多少 无关 中派 能不能续存 跟我无关 初步那是故 过去也没有 现在也不一定有 未来更是没有 五眼六通 那只是一个 让你感应 让你知道 让你更加精进 是鼓励 讲这个天眼通的这个秘密法 也是要 鼓励大家 大家精进去修 中 重点就是在这里 我自己不用有 有什么庙 连庙我都不要 将来我会出生在哪里 那是将来的事 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 这样大家了解师尊的心吗 没有烦恼 不要执着 这两点最重要 修行最重要了 无所谓 不用替我烦恼 不用替我烦恼 连我这个我 都不存在的 还要做什么呢 还有什么事要讲 现在 现在那个 那个 这一场 是属于西雅图雷藏事 西雅图雷藏事 助持 你还要师尊做什么 我把重点都已经讲了 是 这也是 osaurus 好了 就是 是 就是 感谢观看